学务处报告 今日校园AQI空气品质指标已达红旗 室外体育课请一律改在室内上课 各班教室也应适度关闭门窗 下课时请减少户外活动 降低暴露于不良品质之空气中 不知从何时开始 气体污染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 因为空气不好 家长叮咛口罩要戴好 学校的运动会、体育课也偶尔会受到影响 甚至新闻报道中 也有不少名人因罹患肺腺癌 而怀疑是跟空气污染有关 基于气体容易扩散的特性 气体污染往往不局限于排放区 它影响的范围可以扩散到其他县市、其他国家 甚至可能影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气体污染除了会危害人体健康外 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可能会危害人类的生存 你知道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有哪些吗? 你都想到了吗? 除了近年来很热门的PM2.5悬浮为例 还有酸雨、全球暖化以及臭氧层破洞等 因气体污染而造成的环境问题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四个常见的空气污染议题 分成两个单元来探讨 当空气看起来灰灰的 看不清楚远方景物 却又不是起雾 我们就知道 糟糕 今天的PM2.5很严重 PM2.5可吸附许多有毒物质 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有毒维生物等 因为它小到可以进入肺泡 深入细支气管壁 干扰肺部气体交换 并通过肺部影响其他器官 可引发心血管疾病 呼吸道疾病 以及诱发癌症的危险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 那到底什么是PM2.5呢? 其实空气灰灰的 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固体颗粒 或液滴反射太阳光造成的 这些粒子称为悬浮微粒 若空气中悬浮粒子的直径 等于或小于2.5微米 则称为细悬浮微粒 PM2.5 大约是人类头发直径的三十分之一倍 自然界中 火山爆发、沙尘暴、森林火灾等 都会产生PM2.5 而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垃圾 如燃烧煤、石油、纸钱、 汽机车废弃排放、 二手烟等 也都会产生PM2.5 想一想 PM2.5对人体的危害这么大 人类可以如何降低悬浮微粒的产生呢? 你都想到了吗? 我们可透过订定更严格的工业排放标准 降低悬浮微粒的排放量 日常生活中减少烧香和燃烧废弃物 太换老旧车辆 个人则可以避免停车怠速和多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等 下雨时 你有听过别人叫你不要淋到酸雨 小心秃头吗? 其实没有证据证明酸雨会造成秃头 但酸雨会危害人类的呼吸系统和伤害周遭环境 在太酸的水质中 鱼、虾无法生存 会影响河流、湖泊的生态 酸雨也会使地表的重金属矿物被溶出 影响土壤成分与酸碱质 甚至使植物枯死 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进而间接破坏生态系的平衡 此外 在人类居住的地区 酸雨也会直接造成建筑物的腐蚀 那么酸雨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 正常雨水本来就是酸性的 自然界的大气中含有少量二氧化碳 当二氧化碳溶解于雨水并达到平衡后 雨水PH值大约为5.6 但空气中若有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 溶于水后便会形成硫酸 亚硫酸 与硝酸 亚硝酸 亚硝酸 使其PH值降低至5.0以下 而形成酸雨 形成酸雨主要成因的硫氧化物 及氮氧化物又是怎么来的呢? 大部分化石燃料含硫 燃烧时会产生硫氧化物的气体 除了工业的含硫排放物外 火山爆发也会喷发大量的二氧化硫 此外 汽机车引擎和工厂燃烧时的高温 也会使空气中的氮和氧反应 产生氮氧化物 想一想 我们可以透过哪些方法防止酸雨呢? 你都想到了吗? 控制酸雨最重要的方法 是限制工业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的排放 减少污染物进入大气 而汽机车则可以加装触媒转换器 将废气中的氮氧化物 转换还原为氮气 气体污染一就学到这里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悬浮微粒指的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固体或液滴 主要的成因为 燃烧化石燃料和垃圾 汽机车废弃排放 二手烟 其中 PM2.5可吸附许多有毒物质 如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 和有毒维生物 可引发心血管疾病 呼吸道疾病 以及诱发癌症 防治的方法为 降低悬浮微粒的工业排放量 减少烧香和燃烧废弃物 态换老旧车辆 避免停车怠速 和多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酸雨是指PH小于5以下的雨水 主要污染来源为工厂 汽机车排放废弃中的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酸雨会使鱼、虾、植物死亡 破坏生态系 以及危害人体健康 造成建筑物的腐蚀 防治方法为 限制工业排放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的量 汽机车加装触媒转化器 将氮氧化物还原为氮气